浙江明州的雪斗,重显禅师,是至门光座禅师的法寺,俗家姓李,四川穗宁人。 重显禅师出身豪富之家,自幼虽然受到良好的家学熏陶,但是对于京士儒学却不感兴趣,内心却向往出世的修行生活。 重显从小就和同龄的孩子们不一样,不玩游戏,不喜群聚,一有空就扎进书本中追求学问,文思敏捷,下笔成章。 七岁的那年的一天,重显正在家中把教书先生问得抓耳挠塞时,家门经过了一位穿着袈裟的僧人,重显按捺不住心里的欣喜。 走上前去牵住袈裟,他听到僧人朗诵的惊咒之声,虽然不懂其中深意,却感受到了里面的慈悲,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。 重显求父母让自己出家,但他家是当地的富庶人家,父母自然希望他将来继承家业,怎么会同意他去出家呢? 重显为了表明决心,就开始绝食。 经过数天的坚持后,深爱他的父母也拿他没办法。 知道这孩子的志趣不可强夺,只好许可他跟随当地普安院的人喜上人出家。 受了剧足界之后,重显禅师开始专心学习经论。 他四处听学,深入探讨佛理,对经教理解得非常透彻。 每次和别人讨论时,他的提问犀利,应对敏捷,辩论中无人能敌。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修行的法器,因此纷纷劝他到南方去参学。 于是,重显禅师离开四川,前往荆州一带云游行角,广泛参访各地的禅师大德。 有一天,重显禅师和一位禅客一起谈论赵州和尚的叫法。 禅客说,法眼文艺禅师曾经在金陵遇到赵州和尚的弟子绝铁嘴,便问他, 你还记得赵州说过的百树子的姻缘吗? 绝铁嘴回答,我的师父从没说过这种话,你不要诽谤他。 法眼禅师听后,拍手赞叹道,你果然是从师父的狮子窟里出来的呀。 禅客讲完这个公案后,问重显禅师,绝贴嘴说赵州没说过百树子的话, 但法眼禅师却肯定了他,法眼禅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重显禅师回答道,禅宗的叫法时而易志时而提倡,哪有什么固定的规矩呢? 当时,以苦修文明的韩大伯也在旁边。 他听到重显禅师的回答后,偷偷笑着走开了。 重显禅师送走禅客后,便回头则为韩大伯说, 我随便和客人聊聊,你竟敢轻慢取笑我,笑个什么呢? 韩大伯说,我笑那禅客眼光不够,选择的禅法也不高明。 重显禅师回答,你这话有什么说法? 韩大伯做了一首祭子来回答他, 一吐横身当古道,苍蝇才渐变生琴。 后来猎犬无灵性,空向枯庄,就触寻。 重显禅师一听,感到非常惊诧,于是便与韩大伯结为好友。 为了求道,重显禅师在行脚期间可谓利尽艰辛。 他曾做过一首祭子描述这段时间的生活, 二十年来曾辛苦,为君挤下苍龙窟。 但是,奈何因缘未到,始终无所契入。 于是重显禅师便投至门光座禅师,坐下请义。 一天,重显问,心中不起一面,为什么还是会有过错? 至门光座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,只示意重显走到跟前来。 重显刚走上前,至门光座就用斧子打在他的嘴巴上。 重显被打得莫名其妙,刚想要开口,至门光座又用斧子打了过来。 重显这一下终于豁然大悟了。 至门光座用斧子打重显的嘴巴,实际上是在提示他, 禅法是无法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的, 所以不起一面,问话的本身就是心念。 参禅者不应该执着于不起一面,有错没错。 重显开悟后,在至门光座门下又休息了五年, 然后东游行脚,来到池州景德寺, 恰好他的同乡就有曾惠在那里担任池州太守。 老朋友相逢,自然十分高兴。 曾惠说,杭州林隐寺是禅林圣地, 你如果想去的话,我可以写一封信给住持山禅师, 他是我的好友,一定会好好招待你。 众显怀揣着曾惠的推荐信,来到了林隐寺, 但他没有把信交给山禅师, 而是同普通的僧人一起生活。 三年后,已在朝廷任职的曾惠奉命出使浙江, 顺便到林隐寺找众显叙旧。 他问了许多僧人,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禅师, 连山禅师也说没人给过他曾惠写的信。 可曾惠却认定众显就生活在他们中间, 于是就一间间僧房去找,总算找到了仲显。 曾惠一见到仲显就问, 禅师原来隐藏得这么深, 为什么不去建住持呢, 是不是把我的信给弄丢了? 仲显回答说, 我不过是一个行脚僧, 一无所求,哪里敢做你的信差呀? 说完,就从怀里摸出曾惠的信, 俩人哈哈大笑。 禅者悟到后,早已抛弃一切外相, 什么高低,大小,荣辱,厉害都从心中抹去了, 不向某些世俗之人攀附权势, 为谋求迎头小利而低声下气。 崇显的所作所为, 正体现了禅者博大的胸襟和潇洒的风度。 曾惠随即把仲显介绍给住持山禅师。 山禅师与仲显一交谈颇感心心相印, 于是就推荐他到苏州翠峰寺任住持。 宋真宗前兴元年, 西元1022年, 崇显告别了翠峰寺, 出任雪豆山资胜寺住持, 开始传播云门宗禅法, 事称雪豆崇显。 一天, 仲显站在法座前环顾僧众说, 如果我们都能以本来面目相见, 我又何必升堂说法呢? 他用手滑了一话, 说,各位随着我的手看, 无数个佛和佛国一起出现在面前。 各位仔细地观察, 如果有人连编辑也不知道, 就不免拖泥带水了。 说完就登上法座, 手座鸡锤宣布法会正式开始后, 有个僧人正要走出来问话, 重显阻止了他, 说,如来佛的正法掩藏, 就在今天传父。 放你通过, 即使是瓦砾也会焕发光彩, 堵住关爱, 即使是真金, 也要消退颜色。 权柄握在手中, 到底是杀人还是救人都是临时决定的。 如果有行家高手, 就一起来勘验鉴定吧。 原先想提问的僧人听了这番话, 也就不敢提问了。 另外一位行脚僧站出来问, 您从前住持翠峰寺, 目前住持雪斗道场, 有什么不同的心得吗? 雪斗重显回答说, 马行千里, 追风奔月, 一切都是过眼烟云。 行脚僧又问, 得山棒, 林济鹤, 已经昭然于世, 风行天下, 不知师父怎样教人开悟。 雪斗重显回答说, 饶你一回。 行脚僧还想开口, 雪斗重显大鹤一声。 行脚僧问, 不知是只有这个, 还是另有别的。 雪斗重显回答说, 射虎不真, 徒劳美羽。 老虎没有射到, 白白浪费了力气, 把剑射到了石头里。 美羽是一则典故, 说的是汉代的李广在夜间, 把一块大石头物, 认成了猛虎, 一剑射去, 连剑灵都射进石头里去了。 行脚僧一正, 感到睁静之心, 一下子消失了, 心中空荡荡的, 没有一丝牵挂, 他终于开悟了, 立即礼拜致谢。 有一天, 一个弟子问, 什么是吹毛利断的剑? 雪斗重显打, 苦啊。 递了又问, 允许弟子使用吗? 重显虚了一声, 说在大众面前应对问答, 也得是条汉子才行。 如果没有迅及敏锐的眼光, 就不用提问了。 重显停顿了一会儿, 接着说, 就像大火正在燃烧, 一走近就烧坏了面孔, 又像手握太鹅宝剑, 冲着谁就丧身毙命。 修行人啊, 横握太鹅宝剑, 法堂寒气一片, 纵有千里跋涉, 也应万念消散, 别等到那剑光轻轻的一闪。 他在这里, 把铲笔做了能使生命冲破一切束缚困扰的剑。 一次上堂, 雪斗重显还是以剑玉蝉, 如果有密藏锋刃的剑客, 就请当众施展一下。 有个弟子走出行列, 正准备提问, 雪斗重显问,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? 随即走下法座, 转身离去。 那个弟子一正, 立即赶到禅机, 如同电光石火一样, 烧纵即逝。 云门宗禅法, 到雪斗重显而大张旗鼓, 风靡天下, 在北宋时期, 与林济宗平分秋色, 当时有云门、 林济、 独胜天下的美誉。 雪斗重显, 也被誉为云门宗中兴之祖。 雪斗重显是个有文化修养的高僧, 他非常熟悉禅宗不利文字的奥妙, 但也感到光用棒贺来教化门人, 总是有点缺憾。 于是他顺应当时文字禅的潮流, 编成了《颂谷百则》、 《粘谷百则》两本书。 颂谷与粘谷是文字禅的两种形式, 粘谷是以散文体的形式对公案加以评点, 颂谷是以运文体的形式对公案做赞颂性的解释。 两本书都选编了一百则公案, 每一则公案后用寄送发挥其禅止, 其用意是要参谷者摄取公案的禅机, 达到直指人心, 见性成佛的目的。 尤其是他不止解公案所蕴含的禅意, 而是旁敲侧击, 左隐旁正, 叫学人自己去体悟, 形成了颂谷, 绕路说禅的风格。 他们不仅是禅宗僧人的必读书, 而且深受文人是大夫的欢迎。